记得刚记事的时候呢,那时候还没上学,我就用粉笔啊,在我们家的门板上,墙壁上,到处就是涂鸦,画了很多,现在我还记得,画了一些牡丹花啊,画了一些小人啊,画了一些房子啊,画了一些天空啊,小鸟啊,那个时候呢就是,处于对绘画的喜爱,对大自然的热爱,就是画了一些小鸟。 画自己想要表现的东西,他表现出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一 匠人的侍家,我的曾祖父,我祖父,都是木工,是银匠。我父亲呢,是一个小资源,他也喜欢写之画画,我母亲是个小学教师,也是有文化。所以呢,也可能是天性嘛,也可能是首一,四家这些这种血源,从小我就喜欢画画。 也可能喜欢艺术的天性 几十年来我管工作怎么忙 学习怎么忙 绘画一直没有间断 也画过人物 也画过水彩 也画过水粉 后来开始感觉到 一有状功 就以工米画鸟为主了 我们中国画就是分人物画 山水画和花鸟画 中国画就是单独把花鸟 作为一个门类 分独立出来 从表现形式上 还分工米和写意 有工米人物 写意人物 工米山水 写意山水 工米画鸟 写意画鸟 我这个算是工米画鸟 工米画鸟里边 还有分淡产的和重产的 我画的工米画鸟画 已经三个多年了 比如说牡丹 牡丹花是大家都喜欢的 反正我们中国人 它是一个富贵之画 锦基也是比较吉祥的 把它搭配到一块 就是叫由锦上添花 前程师姐 这样一个语意 这么一个语意 中国画的造型是以线条为主 所以说它要和中国的书法 有一定的联系 这个勾线的功夫呢 它是需要很多年的磨炼 才能达到一定的水平 这个呢是用的就是矿文字颜料 比如这个青颜色 就是用的是青金石的粉末 也叫石青 石青这个材料呢 在中国已经使用了好多年了 就是上千年 东黄壁画那些蓝颜色 用的也是个石青 这个黄颜色呢 是用的石黄 也是矿文颜料 这个白花树的上面的白颜色 用的是隔粉 就是贝壳的一种粉末 另外从勾线上 也比原来勾得更加熟练 更加老了 通过跟着蒋老师学材料呢 就是把一些矿文字 用到我的画上 这样呢就促使了 我的画风的一个转变 书柏云老师 是我比较敬重的一个老师 跟着书老师学了三年 主要在构图上啊 在利益上啊 在表现方法上 学到很多东西 因为我画的是花和鸟 这些都是人们喜欢的题材 我也在享受这个创作的过程 12年以后呢 有了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 所以说呢 我就到中央美院 又上了三年学 有幸跟着蒋产平先生 书柏云老师 另外 带了我一个幸福的家庭 我家里边有兄妹六个 我是老大 当时我们中国生活条件 还是比较困难的 就是在家里边呢 要替父母承担一些家务 负担还是很重的 我也结婚了 我有一个支持我业余爱好 支持我工作的一个夫人 她也非常理解我 非常支持我 就是我们养了两个女儿 对她的话 对她的这个画画事业 比较支持 我分担家务活 然后上班还带孩子 没有什么渊言 从小呢 我们这一代人呢 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在毛主席的教导下成长起来的 那时候啊 条件非常苦 晚冬天吧 她也没有暖气 那个时候手上都冻肿了 裂的都是口子 画着画呢 这个毛笔头画着画着就结冰了 夏天的时候呢 天气很热 那个时候没有空调 也没有电扇 下面呢我就放一盆水 把脚呢放在凉水 比如说两个孩子小的时候 我的夫人呢 就是还要照顾家 还要照顾孩子 还要做饭 同时呢就是承担了很多的家务 一开始认识的时候 七七爷认识的时候 她都喜欢画画 那时候我们工作 工资就三十多块 三十几块钱 尽管生活拮据 买一本书就要 一二十块钱 那我也支持她 毫不吝啬 就是买书买籽 买颜料 这几年呢 几十年下来 大概我创作的个工笔画 有三百多书吧 搭了小小 七八十张 被一些个人呢 和一些机构收藏 这些素材呢 都是从大自然中提取的 比如说我到云南西双版纳 猛轮热带子物园 去写声 去搜集素材 然后呢 我把这种感受 用我的画笔记录下来 说我的目标呢 就是工笔画鸟画 淡材和重材结合起来 在前人的基础上 整体水平呢 能够有所提升 要说我的作品 哪个最满意呢 就是最近这几年 我创作这些重产化的作品 我觉得还是比较满意的 蓝底子银杏 几次在全国获奖 如果说什么时候最快乐呢 就是我的一幅作品 完成的时候 有一种成就感 有一种幸福感 他那个幸福了我也幸福 他热爱的也是我热爱的 等会的 热爱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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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